我在2017還是2018 已經到了泰國做了變性手術 胸部 喉結什麼都做完了 然後也有這個女性身份證的 他們會留言說 那你的構造跟女生一樣嗎? 那請問你泡湯是泡男湯還是女湯? Excuse me 那如果請問我長得這麼的 仙氣 漂亮的女性 去泡男湯 會發生什麼事? 你們有想過嗎? 那我只能泡女湯 因為我的身體構造 跟女性是一模一樣 加上我有這張 中華民國女性的身份證 那憑什麼我會有去泡女湯? 很多酸民罵我說 那你們怎麼做? 你們是護 所以我聽到我的耳裡面 就想說 那你們也太沒什麼 太沒姿勢了吧 你居然留這種留言在我的館上 你們真的不怕你們的 小孩老婆妻子看到嗎? 我今天呢想一個變化妝 編歌會來講說 變性這件事情 我在2018年已經在泰國 接受變性手術 而且回台灣也患了身份證 然後我會想拍這個影片呢 是因為 我的粉專案真的差到自己 差到自己 都大我翻了白眼 他們會留言說 那你的構造跟女生一樣嗎? 那請問你泡湯是泡男湯還是女胖? Excuse me 那如果請問我長得這麼的 仙氣漂亮的女性 去泡男湯 會發生什麼事? 你們有想過嗎? 那我只能泡女湯 因為我的身體構造 跟女性是一模一樣 加上我有這張 我有這張 中華民國女性的身份證 那憑什麼我根本就泡女湯? 我懂 雖然很多人覺得說 哇 你是變性的 那你不應該去泡湯吧 壞 為什麼? 我花這麼多時間 那麼多 努力 去讓自己成為一個女性 那我就享有 中華民國女性 該擁有的對待 比如說 很多酸米漫 我說 嗯 那你們怎麼做? 你們是護 什麼之類的 我聽到我的耳朵裡面 就想說 天啊你們也太沒姿勢 太沒姿勢了吧 居然留這種留言在我的板上 你們真的不怕你們的 小孩 老婆妻子看到嗎? 這種人最多都是男性 而且是中年大數居多 超級多的 欸 我看到就算了 然後我想說的是 我每天的生活是 跟你們老婆一樣啊 就每天起床 弄得漂亮 然後做事情 然後出門賺錢 工作有的沒的 然後 把自己打理得很好 甚至不用別人擔心 不用擔心我的 所有一切 我會把自己打理得非常非常好 這就是我 嗯 而且很多人都會在我的板面上 放一些很 很耳心的圖 比如說他會放一張 女生的圖 然後下面有一支東西 我覺得說 老娘女性花了錢去變性手術了 不要再留這種留言 會顯得你們非常非常非常 腦子不聰明好嗎? 可是我想要講的就是呢 我在二零 二零幾啊 忘記了 二零一七還是二零一八 已經到了泰國做了變性手術 胸部 猴結什麼都做完了 然後也有這個 女性身份證了 然後如果想要當酸民的話呢 請落到 好不好 請這樣子 請落到 請落到 不要黏著我 不要跟著我 不要這樣心裡不理好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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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